究竟是什么车能把一向坚挺的大猩猩给开恶心了 首先可以肯定这是一台跑车 因为大猩猩个头虽然很大 但它和哈梦德完全相反 哈梦德就喜欢开那种头够不着头人 脚踩不着油门的大行车 而大猩猩却偏爱这种顶头驱腿的感觉 所以这是一台跑车无疑 麦凯伦·塞纳一台和日产某PC同名的超级跑车 塞纳是基于麦凯伦720S大半来的 但是它却不像720S那样更偏向于城市道路 塞纳的各项设计和动力都更加适合赛道 因为麦凯伦在设计塞纳的时候 将重点放在了更快的全速上 搭载的M840TR4.0升双温的内压微半已经 可以输出高达800匹马力 峰值扭矩800牛米 0倍提速关爆2.8秒 但大猩猩实测只需要2.7秒 也正是这2.7秒的提速和241公里的尾速 让大猩猩感觉到了恶心 而且这距离极限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塞纳的最高时速能达到335公里 而这一切的功劳除去重要的引擎之外 极致的轻量化和空气动力套件起到了关键作用 可调节的大型尾翼 不仅能提供足够的下压力 还能充当空气制动器使用 能欣赏副驾大长腿的透明车门 只有9公斤重 承载你200斤体重的塞用座椅 单只重量也就只有8公斤 所以如果论金买的话 这台车可能血亏 麦凯伦塞纳从2018年出现 限量生产只有500台 起收价为75万英镑 但最后一台塞纳却以约192万英镑的高价拍卖售出 折合人民币1609万 要知道麦凯伦P1 当时的起收价也才115万美元而已 所以塞纳不仅在实力上超过了P1 价格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过你知道塞纳和P1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 我是急速车士 双击观众告诉我 你想看什么车 西瓜视频